空拍視角慢慢起飛 一整片漫無邊際 在台南貨幣金寮社區 仍然泡在積水之中 其中一棟紅磚屋頂 差點就滅頂 民宅也變成水中小屋 而中間兩排樹木綠圓道 中間是外環道路 也因為積水看不清飆現 下午台南沿水五廟又刮風下雨 國軍裝甲車出動協助發便當 空拍畫面也看到 熱鬧街道依舊汪洋一片 根本看不到任何汽機車 居民只能徒步外出 而在台南麻豆皮頭裡 也像大型飄飄河一樣 還好有單位提供免費便當 但居民還得涉水到廟宇 路程很艱辛 在台南西北地區 二十六號還是泡在水裡 很大一部分跟巴掌溪議題有關 其實巴掌溪會流經嘉義縣市和台南 像是後備金寮社區位置就很靠近流域 沿水越金港也通巴掌溪 而鄰近的白河新營北門積水也還沒退完 農作物都泡在水裡 海米颱風襲台加上巴掌溪暴漲倒灌 驚人雨量重創南台灣 巴掌溪沿岸生產的洋香瓜龍眼還有即將秋收的麻豆紋蛋釉 農民損失很慘重 TVBS新聞郭友倉 台南報導 過高了 炸雞關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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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得不停尖叫 整條馬路就像河流一樣 積水超過大腿 還困在社區裡的民眾只能搭救生艇接駁 但他們已經是第二度撤離 說要幫我們撤離到區公所那邊 這裡不安全就對了 對 應該是 你們昨天都住在那個什麼 東山那邊 對 你們家裡是比較低是不是 對 我們是低挖的 大概快要一層樓 到下午積水都沒退 住在台南後壁竹心裡的居民 前幾天就先有二三十人安置在活動中心 但颱風帶來的強降雨加上巴掌溪暴漲 活動中心積水也淹到胸口 只能一撤再撤 而待在住家的民眾也走不了 只能躲在二三樓 我一個便當中用車 我都在這裡用車 沒有便當 沒空洞 沒有空洞 要等什麼 我們家裡還有一些東西可以吃的 有一些存量就對了 要來 要來 去那邊我去那邊我去 好 沒辦法處理這樣 整條路依舊像一片汪洋 停在門口的機車東倒西歪 還好家裡有屯食物 能躲在高樓層 暫時度過幾天 但平方口就慘了 幾乎快淹了半層樓膏 洗衣機 家具 衣櫃全泡湯 冰箱就泡在水裡載輔載車 床鋪衣物能救多少是多少 陸續有三十名居民搭救生艇 撤離到區公所 簡單的棉被衣物提供食物 讓居民填飽肚子 重建家園 得等水退了再說 TVBS新聞 顧手倉許季鴻何一信 台南報導 女子帶上蛙鏡 從窗戶跳水 彰化陸港持續降下豪雨 周邊住家農田全泡水中 居民出不去 乾脆苦中作樂 道路遊玩家裡遊 災民苦哈哈 但是整個晚上下起暴雨 到處都還是繼續在淹水 隔天一到早上也是消不出來 因為透過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隔天一早彰化頂番婆社區 依舊是泡在水中 全部淹成了一片汪洋 根據了解 加上隔壁勾錢裡 淹水的範圍總共約200公頃 大約是240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 部分地區水位 在下午的時候漸漸消退 但也留下了一片狼藉 稻草等農作物全部都飄到路面來 居民無奈也只能夠加緊腳步清掃 鎮長也到場視察幫忙 國軍也開車進駐 使用機具清掃 希望能夠盡快幫助受災的 彰化鹿港民眾 恢復家園環境 TVB新聞陳志忠 許立凡廖反映彰化採訪報導 大大城淹水 彰化二林淹水 還有彰化鹿港也在淹水中 26號一早要上班 許多住家跟馬路都還泡在水中的 彰化縣民 在社團裡蓋起了抱怨大樓 有人互相提醒大家上班小心 注意安全 有人PO出了眼前淹水畫面 無奈地用傷心太平洋歌詞 我等的船還不來 圖文宣洩情緒 還有人說獲得一個人生成就 就是掉進農田灌溉水溝 拍照是為了傳給公司證明 他無法上班去了 彰化繡水一新村 更是從25號晚間淹到26號下午 水都還沒退去 樓腳都掉了都淹米 住家一樓也全淹了 綠樹成印的彰化139縣道 在凱米颱風過境後 夜落樹倒地上泥泞 根本來不及清理 騎車經過得更加小心 尤其26號還是大雨 大雨一直下 在蜿蜒山路水上騎車 他小心翼翼 兩輪之外 一雙腿也沒放到腳踏板上 就怕萬一打滑 那今天要上馬上 可能有什麼看法 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也有些民力挺 認為這風雨 沒達到停班停課標準 如果是淹水過後 要清理家園 可以直接向公司請假 但看起來有更多人抱怨的是 風雨雖然轉小 但還是有許多鄉鎮 路段都還在淹水中 騎車開車出門 就是存在著意外風險 TVBS新聞陳志忠 蘇泰穎 洪彩倫彰化採訪報導 雲林縣大批湘西鄭村 林里內持續的淹水 民眾受困出不去 有好心人士冒 與涉水而入 帶了五百個便當 要發送給災民 來 那個 皮筋 你們要給便當 去買 來來來來 那你們要去買 雲林縣長張立善 也到場協助 有災民帶著充氣泳池 到場遮雨 領便當要回家吃 警銷單位也加派了橡皮艇 幫忙發送給出不來的高齡住戶 從至高點向下看 可以看到26號下午 大皮湘西鄭村 還是泡在水中的狀態 不過明明不是海線的鄉鎮 怎麼水災會如此的嚴重 透過地理位置來看 西鄭村位在六條大牌 以及河流的交會處 其中包括了北港溪 三碟溪 湖偉溪 岩潭等 多個大牌 加上颱風 凱米 以及漲潮的影響 主要溪流都達到了 警戒水位 匯集在了西鄭村 無法從北港溪排出去 導致村內淹大水 西鄭村成了孤島 民眾受困 另外雲林園長鄉 也還是有部分 低蛙地區出現淹水情況 儘管路面的水位漸漸消退 但農田依舊被雨水填滿 成了一片汪洋 行政院長卓榮 他也協同縣長張立山鬥場 勘查作物栽損 不少農民快要可以收成的作物 全都被雨水泡爛 雨苦五類 只希望中央政府趕快幫幫忙 TBBS新文章 從銘意料翻譯 雲林採訪報導 好幾輛混凝土浴辦車 全都浸泡在水裡 积水深度已經淹過整個輪胎 勝進駕駛座的位置 台泥高雄人物廠 這次遭遇嚴重災情 整座廠區都泡在泥黃色的污水中 廠房也被迫暫時停工 积水消退後 大型拖吊車 把一輛輛混凝土浴辦車拖走 要盡快送進維修廠 開米颱風威力驚人 不只台泥變成受災戶 由於二十五號中午開始 人物工業區園區內 出現大面積淹水 积水深度高達兩米 超過成人肩膀的高度 讓停在路邊停車格的車輛 幾乎都變成泡水車 工業區內 還有一家製藥公司的圍牆 因為不敵大水的壓力 整片倒塌 目前業者將倒塌的區域 圍起黑色帆布 提醒民眾不要靠近 同一時間 員工則是忙著 把泡水的辦公桌椅 冰箱 櫥櫃 統統拿到戶外 等待清運 抽水機不斷運轉 忙著抽乾停車場內的積水 這棟位於大寮的住宅大樓 在颱風過境時 因為地下水管爆裂 讓停車場成了大型水池 住戶抱怨 大寮這個區域幾乎每逢颱風避淹 想找相關單位來救也叫天天不應 凱米颱風 中之甩尾 重創南臺灣 高雄成了停電重災區 台湾住戶 剛從現在大規模的停電 現在很多的家戶 還是處在黑暗之中 像現在我們看到的 住民家裡面的電梯 他們開了一半 是沒有打環起來的 那現在在後面 其實很多地方浸泡過水 他們想要來進行搶搜 但是其實現在沒有電 所以任何的搶搜工作 都沒有辦法 黑暗中點蠟燭 為的不是浪漫氛圍 停電住戶沒冷氣吹 手機沒法充電 抱怨連連 是在不想再吃泡麵 昨天就停了 我都吃泡麵 因為沒有電不可以煮 連冰箱東西都怪的 25號下午2點多開始停電 至今已經停超過24小時 台電高雄區處說明 強台帶來強風豪雨 25號午後加緊搶修 初步確認因為煙水影響 供電的地下室估計有6處 目前持續抽水中 至於因為颱風停電戶數 高達47647戶 還有1540戶尚未回復電力 山東街配電室 積水高達200公分 高頻供電區處出動 8台抽水機 從25號晚間5點開始作業 直到經過4小時才抽水完畢 但還有多處配電室都泡在水裡 電在那棟大樓底地下室 所以它整個都是泡水的狀態 現在電應該是 這兩天都沒辦法恢復 台電人員到場勘查如何復電 成為眼下搶修重點 TVB的新聞 李明慧 葉峰偉高雄參謀報道 走入地下室一眼望去 都是水原本的儲物空間 被淹成了泳池 是否緊急吊派水肥車火線救援 這已經有十趟了 山車了啦 地四車了 已經差不多十幾噸的水了 就在三明區大風路上 這一帶的民宅幾乎都有 地下室凱米颱風 烘台溫耿掃 知名性降雨 地下室無奈成了蓄水池 這裡很多民宅 其實地下室全部都是積水的狀況 因此26號中午左右 環保局緊急吊派水肥車 協助民眾將水抽出來 水肥車從地下室抽水之後 再將儲存的水 釋放到附近排水溝 相較於一般抽水機 水肥車最大的好處是 我有去借那個抽水的 但是沒有借沒用 對 這個很有幫助 用水肥車抽 看不得的話 整個都是蒙煙 而且效率比較不好 比住戶更慘的是同殊業者 因為地下室正式儲存 出貨商品的地點 走入一樓 原本的商品都被泡爛 滿目瘡疑 高雄市環保局 共派出八台水肥車 馬路上看過去相當壯觀 相較於晴天 朋友在三明區的這处 社區大樓水淹三 層樓高地下室 變聚紅池 八百台七機車滅頂 搶救了24小時 滿滿的水位 讓住戶好失望 包括五個小型抽水機 以及軍方的大型抽水機 同時出動才有辦法 讓水位每小時下降 約10公分 但透過縮時來看 水位卻幾乎入入不動 國軍出動水下作業大 對大型抽水機來協助 就怕速度不如於其 台北市也支援抽水機 具11台以及車輛 人力全力投入救災 希望協助災民 讓家園儘速復原 公地建案旁路面無預警塌陷 混凝土浴板車車尾朝下 垂直掉進大坑洞裡 只剩下半截車頭 還漏在外面 車上駕駛嚇雷大跳 連忙爬出車外逃生 碰一下就落下了 一個屬於白色的 吃飯後其他工人回到車上 幫忙檢食掉落的拖鞋 幸好駕駛人沒有大礙 現場查看路面坑洞 大約8公尺深 路基全部消失不見 就連管線也都被壓斷 一旁緊鄰民宅 讓鄰居相當擔心 意外地點就在台中市 沙路區天仁北街 一處建案工地 疑似連日大雨 造成路基掏空 民眾一早先在旁邊 發現路邊破了一個洞 還有機車掉了進去 公地人員派車灌漿時 停在轉角待命的第二輛浴板車 車尾突然往下掉進路面坑洞 像是被吃掉了一樣 公地人員時候動員吊車 總算把28頓重的浴板車吊起 市府都發局現場勘察 初步判定是大雨衝垮排水溝 才會造成路基被掏空 市府要求工地停工 完成回田補強 也需要等第三方鑑定 確認沒有安全疑慮後 才能夠重新復工 特別新聞旅政城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透天錯前馬路地層下陷 住家地基裸露出來 開密颱風在南投竹山 24小時內下了超過430毫米的雨量 導致德星里德山巷 這處道路路基被掏空下陷 25號晚間8點多風雨正強 一開始發現時 路面下陷跟住家的落差 大約10公分 到了晚上11點左右 地面落差超過60公分 政工所趕緊安排住戶撤離 有20多戶都已經到達親戚家了 那就有兩戶人家比較找不到 我們安置在我們的德星里 的禮辦公室這邊總共有四個人 那其中還有一個剛開完刀 根據了解這處別墅區 在26年前完工 而目前為了安全 這邊將先停水停電 所幸目前房子的結構 沒有太大損壞 26號上午居民重回住處 道路下陷深度已經超過120公分了 政工所也趕緊通知 計師到場檢測 政長說目前將先用帆布 蓋住裸露的地基 避免雨水持續沖刷 另外也會做導流口 將內部的積水排出 等雨勢燒停之後 再做後續的評估 TVBS新聞 陳家貴南投採訪報導 三名搜救人員合力抬起單架 要把人送下山到醫院急救 一旁的紅色轎車整個扭曲變形 而且整輛翻了過去 原來單架上的傷者 就是開車的駕駛 下山途中被巨石給壓中 57歲核心駕駛是 阿里山森林鐵路維修班長 開密颱風造成森林鐵路 全線停止 他上山維修 結束後開車要下山 經過阿里山公路時被砸中 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 原來他當時已經說好要下山 不過家人打電話給他 他都沒有接 擔心出狀況 趕緊報案 警銷到場第一時間 沒看到人仔細檢查 才發現有人被壓在大石頭下 只是上山救援的過程 也相當危險 因為整條阿里山公路 幾乎都是落石和倒塌的樹 要往山上走相當冒險 森林鐵路也因為這樣 持續停擺 土石和樹木直接覆蓋在鐵軌上 加一通往阿里山本縣 以及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的 柱山找坪神木三條支線 二十七號確定都無法開通 而且要等到風雨趨緩才能修復 只是有人開車上山 也碰到這樣的狀況 鐵道附近的道路 大水不斷往下沖刷 車主嚇到不敢繼續往前開 海面已經遠離 但阿里山的修復之路才正要開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中文字幕提供